看看新闻网 曾江 牛奔 雷克生 秦汉 四位平均年纪76岁的老爷子 在这次的旅途中可没少受累 不过他们却似乎乐在其中 从头花到脚的老爷子 花样爷爷 衣服是一天一换 对我来说 我感觉不是一般的花 很花的衣服 能够成为花样爷爷的 首先要从行头上花起来 衣服一天一套那是必须的 就连牛老爷子头上的帽子 也就不下七顶了 可能这个戏穿的衣服 比我一辈子穿的衣服还多 时髦是时髦了 可是要穿出这样自然的感觉 爷爷们愣是适应了好久 还好到最后老爷子们 都爱上了这身潮饭 所以最后我们也都适应了 穿的也很舒服了 甚至我昨天要是不把他 好好拖下来的 我都不愿意拖下来了 我还保留袜子没来接换呢 还是我们是服装的袜子 我不能吃这袜子时尚 牛脾气的老爷子 今天媒体大概都是 我们上海的媒体 全国的 全国都有了 你放心吧 那我说话还得当心点 他说什么 我们基本上就 哦哦哦哦 能够让牛脯这样小心翼翼 又让雷克森这么服服帖帖 正是这次旅行中的老大曾江 不过对于这位大哥 老弟们打心底里是不太服气的 就是说他比我们可能早离开他娘肚子 一两天他就成为老大 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旅行角色 老大就要像老大 他随时随地都做老大 牛老爷子这话是暗指曾大哥霸道不讲理吗 再听听他们在旅行途中发生的事 连我们都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哎呦 我们在海里边低中海钓的鱼 回来呢牛脯的厨艺比较好 他就管着绣他要做 正在做的过程当中 老大就想脏手拿肥皂就洗 下边就是鱼 他就急了 他长得洗手啊 心里脏手 这鱼气味怎么吃 他耳朵有时候背 有时候背 该听的他全听的也不该听的 他气的回目 我说他在那洗手啊 我说啊 他那我也不做 我也不吃我也不做 娱乐情天地6月15号 一起看老爷子上海采访报道